大家好,我姓周,大家都叫我周醫師 我在2009年成為香港執業註冊的中醫師 同年畢業在香港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 我做了中醫師有十年多 在一年多前,就開始屬於中醫針灸傳科診所 我最初為何做中醫,都要數在中學時代 我初中時代都很喜歡看書 尤其是喜歡看武俠小說,有中國文化的書 經絡、穴位、武功全部都有關係 於是就開始很嚮往中國文化 到大家中四、中五都開始想想自己將來的路怎麼走 都希望尋找一些能夠幫助別人的行業 於是第一時間都會想到醫護界別 如果想在香港成為註冊中醫師 首先要入讀香港三間大學 大學讀中醫的課程大約五至六年的時間 中醫固然之要讀,原來也要讀一些西醫的課程 頭一、二年是讀一些比較中醫的基礎 例如病理學和醫古文 再慢慢讀上去,就要讀一些分科 可能中醫內科、外科、苦科、疑科、針灸、骨霜推拿 這些都是要讀的 第二部分就是關於實習的時間 它有一個實習的期限要不少於十個月 大部分都會在國內做實習的 也有些時間都會在香港不同的診所裡面 都會計算的 實習的內容主要是跟診 可能看一看中醫師他們 怎樣去跟病人溝通 怎樣去問診 怎樣去開藥 如果在針灸的時間 可能是看一看中醫師怎樣去下針 然後畢業之後 你有畢業資格才去考執業史 香港的執業史 它有分兩個部分 其中一個是畢市 其中一個就是口市 如果你能夠成功通過 香港的註冊中醫師這個史 代表你能夠在香港成為一個 執業註冊中醫師 就可以在香港行醫了 中醫畢業生 很大部分就是會投入去三方合作診所的市場 三方合作的意思就是 醫管局、大學和NGO 他們是去營運一間診所 也有小部分會投入去私人市場 以我自己為例子的話 一畢業之後 我就立刻入了一間三方合作診所 在那裡度過了三年的時間 下一年主要是會協助一些老中醫去跟診 或者可能在針灸上面 落針或者出針做一些協助的方式 基本上可能不同的NGO都會有不同的計劃 可能有一些會提早 會讓你早些去獨立診證 那我就差不多要去到年半的時間 才有機會獨立診證 還有那時候都會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其中一方面可能會出去 有些講講做 去到一些老雲園做一些上門的針灸診證 但是三年之後 基本上大約有七至八成的人就要離開了 所以基本上之後就要再找地方 可能投入私人市場 那我就比較幸運 那我就會轉到另一間NGO那裡做 大約在那裡做了大約六七年左右的時間 這樣其實一直都會有一個念頭 會不會是自己會開設一間屬於自己的私人診所 可以做多些事 最後成功就是在去年的年頭 開始就有屬於自己的中醫針灸診診所 謝謝大家 請看 我會不會忘記了 在那裡做了 除了 這個地方